来看看这个乌龙的事件 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这是台南与会理事长林世杰8号遭到枪杀 而枪手行修之后逃逸无踪 而在昨天传出呢 这个嫌犯是躲在高雄的前镇居 这个三多路还有明泉路的一家SPA会馆 警方火速派人到现场准备要攻坚了 但后来发现乌龙一场根本没有枪手 撤队之后呢 打电话给报案的人来询问 对方居然告诉他说 那是关圣帝君说的 警车抵达目的地大阵仗下车 头戴着头盔手拿盾牌 三三两两集合后准备攻坚 目标就是这间位于高雄前镇区的SPA会馆 会馆人员以为是警方例行性零检 但其实警方是接获了线报 要来抓杀害谭南与会理事长林世杰的主嫌 警方不放弃一丝希望 追查到SPA会馆却不见枪手 只见三名客人和两名工作人员 确认没有异状才收队 事后打给报案人 对方却说是关圣帝君说的 乌龙报案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 可处拘留或新台币一万两千元以下的罚还 林世杰8号身亡后枪手行凶后逃亡 不断换车制造断点 至今还未落网 没想到这回却遇到男子谎报时关公指示 让警方疲于奔命 记者杨中铭许重文高雄报道